大家好 我们说说土工中国的企业的倒闭潮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普及过一些个尝试 由于你没有做过经济学的田野调查 你不知道这个现象 在中国说外贸 你要了解中国的外贸的事实 你要去宁波 去浙江 尤其是宁波这个地方 大量的外贸出口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宁波港是整个亚洲最好的 货物进出口吞吐的港湾 所以那个地方你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 外贸的数据 外贸的事实 你把整个中国的外贸 你搞得清清楚楚的 现在宁波这边的外贸 基本上就是庞大的 过去的那些个仓位 那些个码头 都是赶得是鬼难 现在外贸的主要是在东北这边 这都是习主席搞的 习主席真是 习主席真的是脑子进水啊 人呢 我有时候看到中国搞成这样 我觉得真是一声叹息啊 我们说过无数次的 人真的就是一个观念的载体 人是自己的价值观形成以后啊 一生都是去捍卫自己的价值观的 习包子的价值观呢 在当知青的时候就形成了 他就那样 他又不读书 他又没有学习能力 所谓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最重要的是 对自己的批评能力 怀疑能力 反思能力 和重建的能力啊 我说不是我 不是写了一本书吗 叫重构自己 重建自己 细胞自己 它岂不是重建 那基本的书都没读过 它的心智就处在 它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的 就是当年的那些个样子 所以它一切的行为 都是在为它的那个时候 所建立起来的观念 你就姑且就把它当成一个价值观吧 就在那里 在为这些这些个东西 在做注脚 在辩护 你说你好好的中美贸易 好好的中日贸易 好好的中韩贸易 好好的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贸易 你不好好做 你非得跟俄罗斯搞这么近干嘛 现在中国这过去一年啊 这个数据非常惊人的 有75%的外贸 都是发生在东北 75%的银行对外的这个结算 结算的业务也是发生在东北 所以你你这个宁波这边的外贸 就彻底就歇了呗 不多了 有还是有一些 但是不多啊 但是比这个宁波的外贸 歇菜更可怕的是广东这边 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 就是他们名气不大 但是非常的管用 是吧 因为你要知道啊 当我们一说广东这边的企业的时候 你都通常你都是抓住那些个大公司 比如福尔康啊 深圳这边是不是搞苹果手机的 比如平安保险公司啊 比如万科房地产啊 比如恒大房地产公司 就这些个超级大公司 你就觉得啊 好有名 其实很多的真正的 有价值的公司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公司 什么叫有价值呢 就是第一 他有非常稳定的业务 第二 他有非常好的就业的解决就业的能力 第三 他长期有这个为国家提供税收的能力 尤其是第二点 非常好了 希腊那些个去广东那边打工的农民工 让他们找到工作 所以我们一般的关注现象 我们都是关注那些个大公司 你比如说我我认识的几个小屁孩 他们去深圳去去搞什么工会运动 搞什么劳工权利 他们都是去福尔康啊 都是去那些个这个超大型的跨国公司里面 去去蹲点去去找第一线的素材 其实真正的风景都在那些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里面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一个人 我们说人的身体 它是一个主动脉的是不是 然后真正能够维系这个一个人的身体的运转的 是那些个毛细血管 是吧 你他虽然不是那么的主流 但是他非常的多啊 他多啊 那你只要有肉的地方就有毛细血管了 对不对 他遍布每一个地方啊 所以一个人你如果去广东去找工作 你基本的智慧 我以前去那些个中国的那些个三牛的大学 去给他们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就这么讲的 我说你们毕业以后 一定要去广东找工作 不要去浙江 浙江是狗外貌的 你没有经验 人家不要你的 你要去你去广东 广东这边有大量的公司 你不要动不动的去广东福尔康啊 广东平安保险公司啊 广东什么旺科呀 不要去这些大公司是吧 你要去那些个小公司 小作坊都行 你很容易找到工作的 所以这两天爆出很大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六月份以后啊 今天是六月几号来着 是不是 今天是六月十四号 上半个月就就就就就结束了啊 短短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整个广东这边有上千家中小企业公司倒闭啊 然后大量的人一夜之间失去工作 他们就讲了很多的这个什么名字 你看到没有啊 说这个有一个工厂是干什么呢 搞这个线缆的生产电线的 你说这个公司叫叫威亚线缆厂 你根本就没听说过 但是它全是国外的业务接过来的 全是代工的 非常重要 还有什么剑胎什么橡胶厂 还有什么环达运动器械厂 还有什么碰印塑料厂 还有什么尾群精密设备厂 还有什么万里印刷厂 还有什么永年制造厂 就这些个公司 它都是从国外拿的订单 然后呢顺顺当当的 由于中国的劳工便宜吗 由于中国的土地便宜吗 由于中国的管理成本低吗 所以外国人都愿意把这些个公司 他们的业务放在中国 我给你订单 你给我生产好了 你给我出口过来 完了以后我给你结账 稳稳当当的 过去40年没出任何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 类似这样的公司 做包的呀 做这个什么 做手机壳的呀 甚至做手机包装的呀 是不是 你不是一个手机 你拿过来 你都有包装盒呗 甚至里面有一个说明书 印刷的呀 拿就这些个小业务 那才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 所以你找工作应该去这个地方找工作 也就是说反过来 如果说这些公司玩不下去了 关的关停的停啊 完了以后你就知道 大量的人就找不到工作了 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相啊 所以我今天用我的朋友给我传过来这么一个数据 我其实是蛮惊讶的啊 广东就整个广东这边六月份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倒闭了1000多家公司 全是非常过去40年没有出问题的公司 夜之间都玩不下去了 其实我估计已经撑了很多的时间了 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什么公司呢 都是开餐馆的呀 是吧 夜总会呀 这些东西啊更加不重要啊 但是呢也能说明问题 一个小餐馆玩不下去了 是不是 这个当然生意不好啊 街上没人了呗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个刚才我说的 那些个毛细血管的中小企业 他们的倒闭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的外包业务没有了 而过去中国经济90%的这个收益 都是以来自于这些中小企业的毛细血管业务 我以前做过一个报告的啊 完了以后当时还得到我老师的表扬 就讲中国的毛细血管企业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访问学者嘛 完了以后就是跟着他们学习怎么考察 这个快公司考察中国的中小 考察美国的中小企业 创新公司考察这些东西 学到一点经验的 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就是那些大公司 但是大公司也有消息 大公司的事情呢 就意味着很有新闻价值 小公司的倒闭呢就没有人关注 但是你如果是有点专业能力的话 你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些小公司 但是大公司今天富士康啊 据说这个富士康把河南的呀 什么四川的呀 什么什么贵州的呀 什么云南的呀 这些个厂商啊都撤了 早就撤了啊 这个郑州这边撤富士康撤走 闹的是满城风雨的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批他们在深圳 在东莞的这个工厂 彻底撤走了 彻底撤走了 整个富士康 全国的富士康的最后一批厂家 彻底告别中国去越南了 郭台铭彻底就不跟中国人玩了 这也是蛮吓人的一个事情 说整个富士康撤走之后啊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中国有500万人失业 就是因为一家公司 所以他的新闻效应大嘛 所以这两天 土工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在说嘛 说富士康撤走最后一批工厂 是吧 中国有500万人失业 一个时代过去了 这个东西 说是这么说啊 但是他其实他的破坏性 并没有那些中小企业 关停更严重 一个时代真的是过去了 但是一个时代过去的信号 并不是富士康撤走 而是那些一个大量的毛细血管的企业 大量的中小企业 一个一个坚持不下去了 他们在关停的时候 他们在死亡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给他们 多望一眼都没有 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富士康每次撤走的时候 关工厂的时候 政府都是要参与的 怎么安置这些个人呢 怎么不要引起社会动荡 要维稳呢 国务院就要求要做好维稳的工作 但是我告诉你啊 那些个毛细血管的公司破产的时候 在关停的时候 政府忘你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根本没有人管你 大量的在这个什么街道上面流浪的 找不到工作的 晚上睡天桥的 还有这个什么没饭吃的 还有跳楼的自杀的 大多数都是这些个小公司里的失去工作人 反倒是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在撤走的时候呢 由于当地政府参与 有一些一定意义上的安排 但是也不多 有至少它可以维稳 至少可以控制你这些人 不让你闹事儿 这才是今天中国的真相 谢谢